小伙伴们早上好呀 今天我体验的生物是 巨角牛龙 看见我头上大大的龙角了没 这是我非凡的血脉造就而成 它每次撞击 就能深深地嵌入低音体内 相当的凶残 还记得我昨天打败了火山石头人 拿到了神器 也不知道那连连七 能不能将小男孩救治好 嘿嘿嘿 灰小子 你来看这是谁 灰大哥 我的灰大哥 小男孩 我的小男孩 当年见你还是个小男孩 现在都是一个流上胡子的大人了 当年见你还是我的好大哥 现在见你居然都不是人了 你这话说的我也挑不出什么毛病 但总感觉哪里不对劲 算了不管了 你能变好我比什么都高兴 现在你还需要休养 不如就会野人不落吧 我也能回去看一看大家 好呀灰大哥 007 不妨送我们兄弟一场 没问题 今天难得是个好日子 大家应该高高兴兴地回家 好 那咱们出发吧 我听小男孩说 他们的部落经历了很大的发展 现在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当年我就说过 小男孩骨骼惊奇 将来一定会有大作为 今天果然不出我所料 听说小男孩的部落 现在已经发展成了一个现代化城市 小男孩还为他取了一个名字 叫失落之城 就送你们到这里吧 我需要去跟皮老板汇报这段时间发生的事 相信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 好 希望咱们下次见面 可不要再打起来了 哈哈哈哈 正所谓不打不相识 你我接缘分 日后再相见 007 拜拜了 小男孩 我送你进去吧 灰大哥不对劲啊 这里本应该热到非凡 怎么今天一个人也没看见了 嗯 对呀 你都回来了 长老肯定要出来迎接一下才对呀 灰大哥 咱们一定要小心 怕什么 你看见我的样子了没 咱现在可是凶狠的恐龙 谁敢不服 谁敢 我敢 好家伙 看来这里的古怪 就是你们在捣鬼啦 说 为什么这样做 哼 一切都是为了替我们城主大人报仇 我的天呐 一个大反派居然有这么多追随者 好好好 那就送你们一起去见他吧 接招 我虽然打不过你 但你也别太嚣张 等我回去摇龙跟你打 哼 还摇龙 有本事放学别走 我随时奉陪 好了小那孩 咱不管他了 还是先去找长老吧 长老告诉我 这一段时间 现代城不断遭受攻击 如今下城已经被腐化生物占领了 他们决心要把野人部落所在的上城吞并 经过不断战斗 野人部落 伤亡惨重 如果再不反击 这里将会成为野人部落的葬身地 灰大哥 如今我大伤在身 不能战斗 这可怎么办 哎 不用怕 竟然敢欺负到咱们头上来 我要让他们知道 什么叫做恶龙自有恶龙制 看我燃烧血脉 巨角牛龙超进化 暴躁飞牛龙进化成功 我现在的面目变得更加可怕 能够口喷超级闪电 尾巴轻轻摇动 就能引起一场超然爆炸 现在的我 堪比恶魔 但我却是为了正义而战 下城的腐化生物们 让我来把你们清剿干净吧 说 你知道错了吗 哼 一切都是为了城主大人 城主城主又是城主 说 他到底还有多少秘密 哈哈 城主的秘密 我是绝不可能告诉你的 倒下吧你 死到临头了还这么嘴硬 城主背后的秘密 我一定会调查清楚的 咱们骑龙看唱本 走着瞧 好了小伙伴们 今天飞牛龙的故事 就先到这里了 大家还想看什么恐龙 记得留言告诉我 咱们下期见 咱们下期见